欢迎大家回到我的YouTube频道 今集先和大家去吃食物 话说丽精酒店 过去那三年都积极地装修 终于都开了 所以事不宜迟和大家去吃食物 今次和老公、BB、工人姐姐一起去 因为吃完后,我认为它的水准相当不错 所以我已经订了在我生日那天 3月2日和爸爸、妈妈、BB和老公一起去吃 吃的时候,首先要去订位 然后他会给你连续 先给了Deposit便可以顺利去吃 回到来噴水池这个位置 大家都相当熟悉 就是以前周制酒店的位置 进来的Lobby和过往一样差不多 只要这边是住客区的 就是住房的位置 还未开 当时我们是接近31号的时候吃 12月尾 而这条绿色的楼梯 我觉得是比较特别的 这个薄荷绿的颜色 职员也很好,很细心 帮我们拿着BB车 我们慢慢拖着BB来 我们当天是约12点半的 而我们大概12点钟左右已经到 就发现原来已经出现人龙了 已经很大条人龙在排队 所以我们最后都决定上去 走多一会儿 然后再下来吃 这个角度可以飽览圍广景 门口也有一些艺术品的配置装饰 一路下来我想分享一下 就是感觉到是很有以前周济酒店那种感觉的 但是它也没有了以前那些旧的地毯 那些位置好像新派的感觉会多了一些 这些位置都是waiting area 至于这里就是大堂的酒吧 我也有尝试过去问 原来喝东西是没得设计的 只可以walk in 但是喝的时间都可以去到晚上11点 所以如果走开走埋 跟朋友去喝杯东西都是一个很漂亮的景色 都值得去考虑的 正正在这个广半餐厅旁边 就有间叫做荔精圈的中菜 我相信不久的将来 我们都会和家人去试试吃的 还有一个想提醒大家的就是 今次我们来看门口有多少人排队 如果你要window seat 要宝宝椅 就要早点去溝通 和接触 至于我想溝通的就是 AE卡是有折扣的 所以在设计的时候记住这条问题 好 我们来看看沙律吧 也挺好的 也挺新鲜 芝士 我老公也给予很高的评价 至于冬食的海鲜 也会有面包蟹 少许蟹蟹 海虾等等 我就比较欣赏寿司巴里面的刺身 因为他每人都会给不同类型的刺身 只要你想说要多少片 他就会帮你去安排 都挺上酸新鲜的 熟食的位置 我们大家都有吃过一点 感觉上也挺不错 看到很多职员都精神逆逆 去迎接所有的来宾 所有的客人 他们上餐 review食物 收碟的速度 都相当快 去到甜品区快点看看 趁着刚刚进来 不是很多人 所以走过一圈 我上网看到一些YouTube介绍 他就发现甜品是很棒的 结果我发现我们吃完之后 隔壁桌子 他们都会拿很多蛋糕吃 但我知道我已经吃不下 我最多都是拿了一些冰淇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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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淋 Lukas就很享受 我给了鸡饭 我觉得这个尺寸真的很适合小朋友 刚才说到的刺身部门 我也有回来吃多了两转 的确是很新鲜 它切出来的份量不是太少 但又够厚 我又觉得 并 chronic 另外一容 也很喜欢整个小朋友 并且很合适 我也很想接受 赚着它 是很安全 很新鲜 而且又很干净 也很适合小朋友用餐 我覺得這個炒蟹比凍蟹更好 它的熱食表現得很好 大家也看到 柱子也會和你溝通 你要多大件 他們也會去協助你 整個用餐流程感覺都很開心 因為服務員也很有熱誠 用賬方面絕對不用擔心 一定是有多無少 這個我記得是鰻魚飯 吃完之後我就說未必可以再吃 可不可以只要鰻魚 它也可以再燒給我 熱食區也有一些相當不錯 也有和氣的中菜 這個小朋友真的不知道在哪裡學的 這個電話是工人姐姐 我想她真的看不少工人姐姐說電話的畫面 所以她懂得做這個動作 回到這裡繼續說說甜品 蛋糕相當出色 如果你有甜品控的朋友 就記得來試 話說跟老公姐姐說到這裡的甜品很棒 她說吃蛋糕也會贊 我相信也會是 如果真的很喜歡吃甜品 這裡就是海鮮的凍盤 我本人不是極度喜歡吃很多海鮮 所以這間並不是生蠔任食 或者是有無限多的冷食 或者是長腳蟹 她就不是 我反而看到她 就是當時在YouTube介紹的最好 都是說她的刺身 夠了新鮮 剛才那碗中湯 我一剪片看回 我都相當回味 絕對足料 不得了 很棒 很棒 我覺得大麻小朋友 一家人去慶祝新一年的開始 都是很開心的 我記得了 不好意思 原來這段影片好像是1月3日拍的 哈哈 不是聖誕節 差不多是尾聲 我還記得 我跟老公姐姐 跟老公和寶寶 一起乾杯 就說 我們要慶祝新一年的開始 我們來吃一餐 很開心 很豐富 至於賣單的位置 就是用這張AE卡 就已經會有15%的折扣 還可以吸引車去拿泊車免費的優惠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